今天的嘉宾是胡小强 我的一个老朋友 因为我开博客的话 全得赖他 所以我就一直认为 他那个时候在新浪当副总编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现在你看的博客 就尤其是新浪的这些宁人博客的话 这就是幕后黑手 你记得有一次你给我打一电话 你说80后这些作者 你是不是写点东西 对 是 凹造 凹造族吧 叫凹造型 2006年的新流行词中 有一个由红旺创造 凹造型 所谓凹造型来自于上海黎语 用于形容刻意打造自己的人 以及那些抓住自身的优点 来修饰自己吸引眼球的人 而红旺则在自己的博客中 用这样一个词汇 形容了当时新浪博客中 最为火爆的两位80后博主 韩寒和极地阳光 A Costa 此文一出 在网上引起了巨大轰动 不但凹造型成为了热门词汇 该博文也被多家 国内外媒体转载 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效应 那个影响很大 那个凹造 那个凹造型 完了之后 这个凹造型出来了之后的话 我博客出来之后 两天之后的话 我就看见报纸上都转载了 很多报纸都转载了 国外的 我看国外的媒体 然后我就基本上就觉得 这玩意儿有点疯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就突然间发现 就是说 博客本身 成了一个发布平台了 对 就是说 你在这上头说的是 已经不是就是说 你在报纸上 人家采访你说了点什么事情 对 然后的话 有人在网上头转载 就已经倒过来了 刚开始的那些事 馒头的血案的 那个什么的事 我都觉得 那就是因为 大家对八卦感兴趣 完了你说 前妻写了个东西 骂前夫 这又是中国人里头 大意不道的一件事 我都已经为这事 不知道挨了多少 就是人的骂 后来我就想 这是一个公众 你之所以是公众人物 你之所以是艺术家 你把这些作品 抛出来的话 就是让人家赞扬 让人家批评 让人家骂的 对吧 你就是 如果说你做出来的作品 招人骂 那谁都能骂 那前妻也有权力骂 对吧 是 所以我就想 当然就是说 我同样觉得人家骂我 也是应该的 也都是我自己招来的